港股繼續都是那幾大因素困擾 你選港股都避開那些板塊 避開一些擺明要調控的板塊 你選擇一些政策支持的 譬如電力 又或者一些沒有那麼相關的 有一些比較沒有那麼相關的 譬如一些衣美 但衣美和港股的衣美其實都是小隻的 小隻的就要看著資金走勢 即是港股的話 明年投資都可以選擇國策相關的股份 哪些你自己會比較可以看出來好些 其實如果你說港股 我真的選擇那些真是很看好的 車是選擇得多些 剛才也說了有幾隻都可以選擇的 這個真的選擇得多些公司的板塊 其他的就 新能源這邊我覺得看著整個 看著它資金的走勢 會拆到什麼時候 因為很輪動很容易炒的 其實現在就電力了 前陣子其實太陽能都可以的 那又調整回來了 那你就要等它的資金再去 輪到那邊的時候才去入 我想就中資股除了看著國策之外 都是看著短線的資金走勢去操作好些 就未必太過要去一路去長挫 因為始終整個港股大市都不強 整個大市都不強 變成市底不強的時候就難些 說有一些獨善其身 如果以大股來說 應該撐到 車其實真的是最強的板塊 那你說還有一些都撐到最後的 就是港交所、若明 但是這期都開始下來了 這期剛剛才回到港交所 因為有些… 即約了一幾個月 連這些大的都開始積約了 那我就覺得未必說太過… 太實絕了 看回短線為主 但無處是有所謂言 有什麼的,以太多地人,希望你能夠購入 的話,那我們就用力了 如果穩定日子,她仍然想能夠購入 你要做得多的! 我不能夠購入 如果大家會購入,是否呢 一點,請大家 adverse啊 在途中的禮物的話 我們會購入,不見面 我們不會購入